在過一個時間呢 就是大家在等著這個倫敦奧運 當然有的人是這個運動迷 當然是引頸期待 但是那麼多人要湧進倫敦 這個其實倫敦登場的這個奧運 中國根本就是全國上下動起來 要準備為安對不對 印象中英國全國上下動起來 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是在1982年 福克萊群島戰爭 那次那真的是 柴琦遠夫人真的動起來 冷凍的凍 我們要知道柴琦遠夫人的政治危機 在那一次遭受到很大的一個考驗 因為大家都覺得 你打這個戰爭幹什麼 到底打不打得安根廷 所以當前線傳回 我們勝了 英國勝了 他如釋重負整個人都貪了 還好這有沒歷史脆譜 我才知道這段歷史 對其實我也就是看沒歷史脆譜 才知道這段歷史 幹嘛卸我的底 那第二次我印象中英國動起來 就是地鐵攻擊事件 那一年我剛好在巴黎有被感染到那個氣氛 你在巴黎 對 遠在巴黎 連巴黎的地鐵站都瘋了 我們還以為是巴黎出事 結果是倫敦出事 我們在地鐵不能動 你就知道當時的這個恐怖事件有多麼可怕 但是你想想看前面是戰爭後面是恐怖事件 這已經相隔很久了 英國都沒有在動 結果這次動起來是為了歡天喜地的奧運 倫敦奧運 這次他動起來怎麼動呢 我相信不比打福克蘭群島戰爭所花的錢少 光是維安預算本來133億台幣 現在已經追加到快兩倍 260億台幣維安的預算 這是全世界的盛會 結果當作戰爭級的防恐維安來做 我來打個比方 英國目前駐阿富汗的駐軍有9500多人 而這一次光是動員陸海空山軍來維持奧運的維安 是多少人 三分之一嗎 四分之一嗎 不是 是一倍多13500個兵力來維護貴賓級選手的安全 你就可以知道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英國這次全國動員最多的就這次了 福克蘭群島都被他打敗了 不過有華兄 我們之前在這個節目當中就有講到過說 英國現在好像想在什麼民宅上面架 什麼高色炮還是什麼樣的東西 當然大家都講說維安當然很好了 不要在我家上面就好了 還有哪一些的押箱寶拿出來 其實它四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是在它的外海 跟泰晤士河口那邊 它在那邊都有巡逻艇 它那個巡逻艇就是怕你海上突襲 然後在那個空中就是颱風式戰鬥機 颱風式戰鬥機的話 它就是說未經許可 還有在未經航線上是搬機而沒通報著 可以直接擊落 那還有一個就是用那個海王直升機 就是那我剛剛已經講 那個是第二道防線 那第三道防線它各個的制高點 都設有所謂的狙擊手 狙擊手一方面防空 一方面反恐 然後它第四道防線 真正第四道防線是整個的選手村 整個的選手村 它也按照入海空 這三方面它來做 那現在英國它可能會動用一種武器 它請求美國支持的叫做刺身波武器 那是一次兩次的刺身波 我們像海浪 在海浪它在翻騰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種刺身波 刺身波是人的耳朵聽不到 但是只要它貫穿人的那個耳朵的話 就是我們講的叫做磨音船腦 那刺身波武器大概在短期內 短時間內五分鐘不到的話 如果有聚集群眾抗議等等 它五分鐘不到可以驅散 差不多將近一千多個人 所以磨音船腦這個不是一個形容詞 它是真的有這樣子的東西 它真的是有這樣子 況且美國已經發展出來 況且美國的發展出來 在阿富汗戰場已經使用過 結果證明有效 所以陸海空通通來 對 通通來 還有聲波武器它都來了 像死人的總編 可是你知道 其實尤其是歐洲人 比如說看那個足球有沒有 哇 大家鬧起來 甚至出人命的 什麼你看巴西阿根廷那種熱血國家 但是這只是球迷而已 需要動用到這麼可怕的武器 來對他們嗎 當然你說在倫敦裡面 用飛彈戰機來對付這個 球迷 可能的這個意外 似乎是太誇張一點 特別這些導彈 如果在室內爆炸 可能無辜的遭殃者 可能還多於這個主席 不必要弄到這樣吧 對 所以英國人 其實引進這次 遠距離聲波武器 就是他們 這個武器其實 這個聲波跟剛剛 講的是聲波一樣嗎 對 其實類似 外界又稱之為聲波炮 它是一種非致命性武器 就是說它對於群眾 或者這個意圖知識的群眾 有震責的作用 可是不會造成他們身體的 這個重大傷害 所以稱之為非致命性的武器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裝備非常的小巧 那這種東西 特別是對付這種 遠距離這種群眾的這個集結啊 還有失控的群眾 特別有效 球迷打起來的時候 對 由於它的這個分貝數 高達150分貝 那一般人的耳朵 實際是受不了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是一顆炮 然後打出去 到哪個地方 它爆炸的時候 是魔音穿腦 是怎麼 它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種定向式的聲波武器 我們知道聲音傳出去 就是像這個正前方的這個 可能一個橢圓形的範圍 傳射出去 而這個 這個遠距離聲波武器 它就像槍一樣 是定向式的 針對某一個 比較狹小的範圍內 這打出去 然後這 會爆炸嗎 打出去 不會 然後在大概三公里範圍 這個射程裡面的這個群眾 那都會受不了 被這個聲音所證責 去大的聲音 立刻予以驅散 這個東西 過去幾年 其實陸續在國際上 曾經使用 包括美國在伊拉克這樣的戰場 對付群眾發現很有效 後來他們甚至在索馬利亞海域 對付可能這個姿勢的海盜 他們發現叫他在船上 對這個遠距離這個海盜船 實施這種磨音穿腦 也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 所以這一次倫敦警方 決定引用這個 然後進行他這個 整個奧運這個尾哀 俊仁剛剛總編提到 是150分貝 150分貝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是有多吵多可怕 多磨音穿腦 我只能告訴你 是非常恐怖啊 就是 我跟普通剛剛總編講的 就是其實聲音的傳遞 它是透過空氣的震動 在做傳遞 那像這種武器 它是屬於一個大範圍式 類型的武器嘛 那它使用上 譬如說在奧運使用上 另外一個優點 因為過去我們要去驅散 大量的群眾的時候 我們用像煙霧彈 或者是水柱去驅離 你去用這些東西去驅離 它可能會造成危險 或者是場館的受損 甚至後續的清理都很麻煩 但是聲波武器 它其實就避掉這些困擾 你閃掉就沒了 對 你閃掉了 你人離開了 其實就是